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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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orgot to set my alarm Ah, too bright! And now I'm too cold Wait, did I forget to lock the door? Well, I don't really have any enemies Okay, I need to get off my phone And I never set my alarm Okay, it's only been an hour If I fall asleep now, I can still get seven hours of sleep It's too bright in here Maybe I need to move Or...maybe... No one ever posted anything interesting at night What the hell was that? This is because I didn't lock the door Ew I need to stop eating in bed And I feel like a hostage I'm gonna take these off Where's my phone? There it is How do we fi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Oh god, it's 5am What happened? I think I'm finally falling asleep Damnit! I have to pee I have to pee I have to do I have to look at the I can see I can see 主我和刻我理论体现了人内传播的社会性 双向性和互动性 比如当你来到一家新的公司 如何在这个新的环境下生存 你要认清自己在新环境下 及新的社会关系中的位置 摆好自己的心态 认清在新环境下的刻我 刻我影响主我 通过有意义的象征服 比如心同事对你说话的语气表情 心同事对你的评价等等 同时你的主我也要反过来影响刻我 二是布鲁洛的自我互动理论 人是拥有自我的社会存在 人在将外界事物和他人作为认识对象的同时 也把自己作为认识的对象 在这个过程中 人能够认识自己 拥有自己的观念 与自己进行沟通或传播 并能够对自己采取行动 从以上的两个著名理论 结合前面提到的沟通的要素和特征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自我沟通与一般的人际沟通 具有相似性 但在具体要素和活动上 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主要就表现在 一 主体和课体同一性 主我承担信息编码功能 刻我承担信息解码功能 二 自我沟通的目的在于说服自己 自我沟通通常在面临 自我原来认知和现实外部需求 出现冲突时发生 三 沟通过程反馈 来自于我本身 信息输出 接受 反应和反馈 几乎同时进行 这些步骤之间 没有明显的时间间隔 几乎同时开始和结束 四 沟通媒介 也是我本身 渠道可以是以语言 自言自语 文字 如日记等等 也可以是自我的心理暗示 就像人际沟通中要进行要素策略制定一样 自我沟通过程中同样要有受众策略 信息策略 媒介策略等等 受众策略的分析就是自我认识的过程 信息策略的制定就是如何通过学习 寻找各种依据和道理对自我进行说服 这种信息可能来自于自身的思考 也可能来自于他人的经验或书本的知识 媒体策略则是每个个体根据自身的特点 选择相应的沟通渠道 比如有人习惯于通过写日记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有人习惯于通过民思苦想的方式来解脱自己 有的习惯于看书 借助书中的人物来发泄自己矛盾的心态 这都是不同的个体的沟通渠道的选择和决策 算数这些决策的目的 就是根据个体的生理心理 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特点 选择最佳的沟通方式 好了 以上就是自我沟通特征的部分 在分析自我沟通过程之前 我们先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一家建筑安装公司的经理 你公司的业务是承包工程项目中的安全设施任务 公司只要有两个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项目部 负责具体的业务生产 另一部分是公司的职能部门 负责公司总部的管理工作 由于项目部的工作性质 项目部的员工是没有休息日的 工地上的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 从来没有休过星期天 而公司总部的管理部门 以前一直有法定的休息日 一周休息两天 由于休息时间的区别对待 项目部管理人员一直对此抱有意见 认为工地的员工没有休息日 而总部的员工有休息日 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项目部在施工过程中 经常需要总部的管理人员的配合 如果总部管理人员不上班 项目部的生产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就不能及时得到管理人员的帮助和解决 根据项目部的意见 公司经理决定 总部办公室员工也要在周末加班 一周工作六天 这个规定一出台 马上招到了总部办公人员的反对 认为公司不能强迫办公室的员工加班 如果加班必须支付加班工资 现在实际情况是 尽管总部办公室人员在新的规定下加班了 但因为他们不愿意加班 在加班过程中工作效率特别低 抵触情绪也特别大 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 如果你作为经理 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得与办公室的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进行沟通 为此 你可能会考虑 项目部管理人员和办公室管理人员两方面的意见 哪方面是合理的 为了执行你的政策 你准备如何与他们沟通 你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 成功的管理沟通的前提是什么呢 管理沟通是一个主体为了某种目标 通过解码和组织信息 选择有效的沟通渠道或媒体输出信息 课题通过解码并接收信息 并以反应的方式对信息做出反馈 使沟通得到连续的过程 在管理沟通的过程中包括了主体 课题目标信息媒体和反馈等要素 同样的自我沟通作为特殊的人际沟通方式 也是主体为了某种目标输出信息 由课题接收并做出反馈的过程 自我沟通过程的反馈表现为思想上 自我本来定位与现实要求之间的冲突和解决过程 基于自身长期的学习 人们不断地建立其具有个体特征的 对问题做鉴别分析和处理的特有的方式和价值观 因此当他们面对某一事情时 会根据他们对课题人或事物的先前经验 去判断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一旦当自身这种鲜艳性判断与外部的要求 比如上级的要求发生矛盾时冲突就出现了 这种冲突的出现后会表现为烦躁不安反感恐惧 甚至出现抵触的态度和行为 这些反应会冲击自己原来的判断 为了使自己的心态得到恢复 就必须不断地说服自己 调整自己的判断标准 价值观或者处理问题的方式 我们把这种由于自我本来定位与现实要求之间的冲突产生 发展缓解和最终解决的过程称之为自我沟通的反馈 把面对冲突时表现出来的外在形态称之为反应 从沟通过程看 成功的自我沟通就是要求自我在面临问题时有良性的反馈 并表现为积极的反应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希望同学们能对自我沟通的几大特征和过程有所把握 下节课我们要去了解的是自我沟通的障碍和策略